大家好 看到这个画面 大家都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其实这是一个艾滋病的一个防治 所以说这个红丝带 是预防艾滋病的一个标志 我们每年也在社区去做一些 艾滋病防治的一些知识宣传 我们做过白场艾滋病健康教育 进农村 进城市 进企业 进学校 那么再说到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 我们曾经有一个皮肤病的患者来看病 很多人都觉得 哎呦你看他的皮肤溃烂到这样的程度 其实不是 有些艾滋病的急性期就会有皮疹 经常呢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可能就当皮肤病去给他处理 就耽误了他的病情 这是在艾滋病 就是病毒感染两到三周之后 急性期发作 可以出现皮肤上的表现 但是呢 更多的人 更多的艾滋病患者呢 是没有皮肤病的表现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呼吁大家 每年的12月1号是艾滋病宣传日 我们每年呢 都要根据这个主题呢 到基层去进行宣传推广 同时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 艾滋病病人的一些信息是隐私 我们也不能随便去给人去宣传 也不能随便去给人揭露 所以呢 您在看病的时候 要如实地告诉您的大夫 不要把艾滋病当皮肤病 单一地去治疗 会延误了您的病情 好谢谢大家 哦 点手 点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